红色头巾 黑色口罩 深情专注的印度女孩 在大太阳下骑单车 因为COVID-19疫情 库玛里行动不便的爸爸失业 只好返回家乡 全国封锁下 没钱也没交通工具 15岁的库玛里用谨慎积蓄 购买新台币600元的脚踏车 就这样花了约一星期时间 在爸爸一路从古尔岗 回到老家搭搬家 总长将近1200公里 库玛里的勇气与毅力 引起全球关注 连美国总统女儿伊凡卡 也转推这则感人故事 印度单车协会 更邀请库玛里参加国家队选拔 库玛里告诉媒体 虽然有兴趣参加选拔 但目前第一顺位是恢复 并完成先前因为家庭因素 被迫中断的学业 大家先温柔 便宜 便宜 便宜